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本漫画名侦探柯南在台拥有高人戏,不过作者青山钢昌昨日却宣布因为身体因素需要长期休刊,让不少粉丝哀嚎,负责在台代理名侦探柯南漫画的新闻出版社则表示,听到青山钢昌要长期休刊的消息十分惊讶,但更希望青山钢昌可以早日康复, 而台湾在明年下半年就不会有新作品可出版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针对青山钢昌昨天发表公开内容,表示因身体因素需要养病,柯南要进入长期休刊,新闻出版社对此表示惊讶及困扰,不过仍希望青山钢昌能早日康复,希望粉丝们一起帮他集气加油。 而明侦探柯南单行本第94集预计下周在日本发情,新闻指出台湾已经出版第92集,以三到四个月出版一集的进度来预估,明年下半年台湾可能就没有新作品可出版。 新闻出版社指出,明侦探柯南涵盖男女老少相关系列在台湾销售超过千万本,而明侦探柯南漫画自1994年开始连载,青山钢昌二十余年来除了未搜集资料而短暂休息,其他时间仅有2015年住院一次,算是很健康的日本漫画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